之前我说到要去江苏 给你们找品质高的龙虾 带给大家吃哈 群演和我一起去找小龙虾 带上摄影师给我们拍点BBG 然后去带起去 不要负责吃 然后去 你那会儿去 必须把江苏所有的小龙虾 给我吃完啊 不然不准回来 是不是 然后 我告诉你啊 我前两周 仰尺的牙龈种了 为了这次去吃龙虾 你把牙都拔了 我本来想去拔牙的 后来就吃药 把它抑制下去了 先去吃了再说 现在我们出发 我们现在已经上了车哈 大家来猜一下 他们给我说还可以按摩 还可以敲酒呀 来咯 哎呀 这个 传奇哈 我觉得可以 真的 这个空间 这个隔音 嗯 这个位置 不错 嗯 哦哦哦哦哦哦哦 它在顶我的背 哈哈哈哈 它在顶我的背 空调给的两块 我们找了虚鱼排名第一家的龙虾 叫什么虚鱼虾绳 这个不得了哦 这个应该大 我们一定要进去感受一下哈 赵尔巴尽的虾城是什么感觉 好好搞啊 白城叫龙虾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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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們如何變成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來看 這個時候我們來看 我們要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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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正戰還是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號稱 兄弟 第一的蝦子 四十五點 然後是玩了六個味道 大一盤 我們先搞一盤 是八到八千一兩的 六種口味 一大鍋 蛋黃金 十三香 這兩組吃都沒吃過 就可樂吧 就所以 我必須第一次先嘗嘗那個 蝦子 清蒸的蝦子的品質 這頭必須得敲出來吃 蝦肉可以的 可以可以的 我吃個蒜香 它黃好吃 因為他們清蒸也是鹹的 來來來 蒸起蒸起 红蝦 红蝦吧 開了不一間 哎 紫蒸香 這個十三香好吃啊 這個十三香好吃啊 這個十三香超做我的預料 第四個口味 吃的是叫蛋黃金 它是鹹蛋黃 然後有這種鍋巴 脆脆的 脆脆的 脆脆的鍋巴 蛋黃好吃 蛋黃好吃 我覺得可以拿勺子咬那個蛋黃吃 蛋黃好吃 我好喜歡這個鍋巴 這個就是清蒸的呀 直接上口 這個可以 對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清蒸其實還可以 當然這裡還倒是有 不是玩 倒一點 倒一點 嗯 好吃好吃好吃 嗯 好耶 這看得出來是喔 好大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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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戰鬥成果哈 沒得了 已經沒得了 吃得乾乾淨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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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不是還沒有吃飽 必須 沒吃飽啊 大家看看男後期那個喊的 沒吃飽 沒吃飽 老子喊你來工作的 你是來幹什麼的 沒吃飽 沒吃飽 我要吃龍蝦 我要吃龍蝦 好好好 還是再吃 不要鬧哈 我們龍蝦吃完我們煮了點面哈 放在這個底 成一個蒜泥 蒜泥的面 嗯 這麼來 始終如一的 喜歡龍蝦 很滿足 但是這麼吃 都不先寫 晚上不知道要喝多少水 來賓第一的蝦生總店 果然名不續傳 真的好吃 我覺得還是值得來吃的 推薦 十三香味道 油燜味道 蒜蓉也還可以的哈 鹹蛋黃 鹹蛋黃 有點特色 但是它不夠敬味 因為太乾嘛 它的蝦子 我覺得差點的意思 品質 還不是我想尋找的品質 還差一點哈 我還要繼續尋找 撈起那個孩兒 正在飯店裡 吃了點蝦 出來說找我們另外去吃 現在摸到毒品 我吃不動了 關鍵是的話 再過一個小時 可能又吃得動了 剛才我們走到那裡 有些路邊攤 去那個路邊攤問 你不有小五蝦炒 搞一個 搞一會兒來搞一下 整第二台蝦 來看一下 十三香 這在路邊攤吃的蝦 它的蝦的品質 首先從個頭上 就有很大很大的區別 得來嘗嘗味道 來吧 大家整錢 我自己家做就這個水面 家常 吃不 好吃 好 我也來 這個就差點味道 蒜泥 嗯 香還是香對吧 哦 嗯 今天都脆 怎麼樣 蒜泥呢怎麼樣 可以 這個蒜泥嘛 我哥的味道的話 跟剛剛那裡差不多 只蝦要小一點 算得多 我們過來就是體驗小龍蝦 嘗多吃小龍蝦 等到請 我有點感覺了 明天看我在哪兒吃 我也有點感覺了 我感覺我等我回去要上廁所 你好煩哦 哈哈哈哈 抓子嘛 那個鹽啪屁手的 拿豬子 吃一頓都煮起來 這個樣子 怎樣弄個老婆呀 他說噴XX 你知道嗎 你就是XX多了 哦 你把蝦的XX 變成了你的XX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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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上說這個會不會太噁心了 他會打鼻的 哈哈哈哈 然後去吃吃多了 然後拿肚子 這個不要打鼻啊 哈哈哈哈 來到淮安 都要吃那裡的名菜 名叫長魚麵 咬掌櫃長魚麵走 我們進去搞一下野生長魚麵 哦 它鱔魚叫長魚 很長的湯 這個都是鱔魚的湯 這個好霸道我看起來 謝謝謝謝 你們這個湯都是鱔魚的湯嗎 鱔魚的那個骨頭熬的湯 鱔魚骨頭熬的湯 這個喝著好像魚湯哦 嗯 嗯 這個麵香 吐鱔魚 嗯 這個鱔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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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鍋夠以後 再把那個鱔魚滿滿的澆進去 哦 哦 哇 這鱔魚蛋調的 嗯 我在重新鱔魚吃 你看 我是擦的 這個好 好 好久沒吃到鱔魚 這個鱔魚好 說實話 我們就沒有吃到 那麼品質高的鱔魚了 這個鱔魚是現炒的 瘋狂點讚 這個味道很家常 我很喜歡 打九分 野生鱔魚麵 大家來到那個 淮安這個地方哈 一定要來嘗試一下 真的吧 吃飽了野生鱔魚麵 然後我們馬不停蹄 來我們的 看養殖基地 我們的小龍蝦 到底是什麼樣一個 小龍蝦 我們這次來 一個是尋找小龍蝦 我們要拍一個BBT 然後我們順便在BBT裡面展示 攝影師是怎麼樣完成一條 求精不懂 藍師傅開發小龍蝦的廣告的哈 你為了養蝦福考 勤勞致富 我要賣龍蝦變成那種房子 對 第一個場景 就是藍師傅要從這裡走出去 去到池塘補蝦 所以他現在在看整個場景 看是不是適合 然後如果適合的話 接下來會怎麼拍 我們一起看一看 馬上就準備下糖補小龍蝦了 藍師傅這身造型真的是很棒 這就是傳說中的演啥像啥 融蝦 攤開 我們去看一下 在地籠裡面放的小龍蝦進來了好多了哈 要去撈蝦了 對對對 走起走起 這個我是第一次幹 滑著小船 撈著龍蝦 好大鈴巴 看來看來看 都起來了 都起來了 哇 這個還生猛哦 擀一個起來 哇這種是工的 工的 你怎麼知道 夾夾大的是工的 夾夾小的是母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對 你看 你看這裡是啥 這裡是啥 有個螃蟹 你一等到前 還不到你吃你的時候 下去 你看 你看起來都乾乾淨淨的 是吧 就才從糖裡面打起來 就乾乾淨淨 你看尾巴這些腹部 都是白的 我說夾過 夾起來是有點痛 你看這個乾乾淨淨的 這裡面紅蝦青蝦都有 我們會把那個 我們只選 七八九錢的 然後會讓它 吐一到兩天的沙 然後我們最後再來 製作成成成品 寄到你們手上 好 收穫很崩 好好我們選一點出來 現場給大家 噴製一個我們的 麻辣小龍蝦 前面的鏡頭我們就拍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在這個 塘邊炒一盤小龍蝦吃 這一桶 我們花花兒都在這裡把它搞了 你看 非常的乾淨 放 放 放一下 你放一下 不要夾人家 放一下 叫你放啊 這個蝦嘛 三白 蝦餡白 塞白 還有杜白 副白 六個字 開整哈 在那個小龍蝦裡 堂堂邊邊 搞個小龍蝦來吃 有點辣椒 紅薑 蒜 八角 花椒 好 還有TESTV的底料 這個太厲害了 下油 好 我們來看看女后妻佩英軍他們在幹啥 哈囉 你們好啊 剛從下面撈起來的蝦知道不 看還在動哦 還在活搖活散的板知道不 我告訴你們啊 昨天晚上我吃多了 今天拉了五道 你不帶我去 你不問我 我會從我家 Sandy 等等哈 我拿給你們看 這就是我給你們準備的 做好了的成品 我今天準備給你們寄一份 讓你們共同享受這個龍蝦的美味 OK OK了哈 看明天什麼時候收到 我待會兒就去發 為什麼要從江蘇寄一份回重慶 我也想測試一下 是不是在今天寄明天一定能夠收到 如果今天寄明天收不到的話 我覺得就偏遠一點的地方 可能我就不會售賣這次的小龍蝦 哈 不完成 不完成 我家裡有點緊 有點好緊 不懂裝懂 群師傅裡油門大蝦 出鍋 我等一會兒 哈哈哈哈 話說不要說 絕對 小龍蝦到了 小龍蝦到了 老闆昨天寄的小龍蝦 今天就到了 我去 還是挺快的 但是女後妻不在了 吃嗎 吃 昨天我們其實去看的是 我們小龍蝦的養殖基地 蝦子在那裡 比較好的環境養出來 那這裡是什麼呀 我們今天來到了就是加工基地 這邊你看正在撈這些 這個叫土沙池 蝦子 要從放在這裡邊 土一天的沙 把它把沙土乾淨 然後撈起來 撈起來以後 待會兒就會去生產車間看一下 但是生產車間 有些地方是不能拍的 我們尊重 反正生產車間的 無菌化生產 能拍的我們拍一點 不能拍的 我們給到玻璃看一眼就好 我們進了這道工具是 可以看的 來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小龍蝦 是哪個被清洗乾淨的 還是比較乾淨 對對乾淨乾淨 這道工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把小龍蝦 剛才過了水的 生產的水 吹乾 下油鍋炸的時候 沒有這麼的水 這個是比較好的 因為接下來的工具 裡面都無菌了 包括油炸呀 過水呀 這些都是無菌的 所以我們只能走 參觀通道來 帶大家看一看 你看 確實不能進去嘛 搞髒了怎麼辦 是不是 人家搞得好正規 這炸是吧 對炸 那邊炸 哦 就是剛剛洗的龍蝦 這是剛剛洗的龍蝦 對對對 洗的推過來了 這個不得了 這一份 我能吃 好爽 你看 你看 啊 要浸泡 對對對 這個工具一定得用 現在做的應該是 麻辣小龍蝦 是不是 我看這個油炸 麻辣小龍蝦的 油鍋裡的 不是 前面那個溫度 推出去了 前面那個室溫 好 推出去了 我們再看 你看看它又到了 它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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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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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倒到那個盆子裡又做 哦 哦 哦 這樣做 它湯就在這邊預冷 燒個湯就預冷 等它冷了以後 它可以灌 嗯 這其實是個預冷間 冷了以後就機動 對 零下40度的機動過 機動一段時間 拿出來再放到零下18度的 動部裡面保存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是拿個藥的話 就拿起來 然後發後 順風 今天發明天到 第一步 讚揚 吐沙 清洗 油炸 煮蝦 煮蝦 包裝 對 哦對頭 麻辣蝦以後 它上面還會淋一層 麻辣醬料 對吧 麻辣醬料 所以整個流程就是這樣 然後昨天看到了 我們的小龍蝦的養殖基地 和包括蝦的品質 好 整個我們的小龍蝦都是能夠出來的 大家放心下單哦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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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個勤勞的蝦戶 會在每天日出之後踏上蝦之路 逮蝦戶 男師傅 日復一日地 尋找著最優質的小龍蝦 雖然不是每次都能大有所獲 籃子風 龍蝦爆炒 浮以特製香料 一把勁道拉麵 滲入龍蝦湯的鮮香 有蝦有麵 男師傅說 大家吃得好 也能吃得飽 TESTV龍蝦麵 我們現在在長洲機場 整個航站樓 只有一個餐廳 叫東芯茶餐廳 現在吃完了 我們才想起 我那個叫紅燒排骨飯 這一次吃的牛肉麵 他吃的獅子頭 牛肉炒飯 每一份七十幾塊錢 就這個飯 好吃 一瓶礦泉水 嗯 窗口單位搞成這個樣子 這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麵 真的 你想一碗麵七十多 哪個可能不好吃 這個飯味道我給他十分 性價比十分 都打十分 最後我覺得這裡 其實最滑順的是哈根達斯 因為它比正常的價值 貴了十塊錢 男後期說他中午一點兒 都沒吃飽 沒吃飽 所以接下來我就用我們的龍蝦麵 把男後期帳飽 順便給大家講一下 我們龍蝦麵裡 正確打開方式 第一步熱蝦 如果你要吃的時候 如果你要吃的時候 請盡量早點拿出來 解凍哈 我們可以略微的拆一點點水 不要太多 把它煮開哈 正反 翻煮三分鐘 第二步吃蝦 第三步吃麵 這個麵也是冰 直斗從放在冰箱裡 如果你喜歡 味大一點 你要去煮才可 對 龍蝦帶膠麵 其實煮這個麵也可以很多種方法 把蝦吃完 這麼一鍋煮也是可以的 煮龍蝦的口口很厚 所以我們放有點鹹 所以這個麵吃的時候 可能有一點點鹹 這個一定要根據個人的喜好 你可以先把這個麵河 清水裡面煮 煮好過後 舀這個龍蝦湯汁零在上面這邊吃 對 這個是最濃烈的 這個就叫原湯化原石 你看 你這爽嘛 對不對 這個爽的 這個麵是熟的 所以把它煮熱就好 回了 龍蝦麵 我的麥 你的你的 我來吃你的 我的口味 你吃的是不是剛剛好 我吃的剛剛好 因為我吃的比較 味道比較大 真的 你看我的頭頭 哇塞 自己抽抽蝦餡 我們為什麼沒有抽蝦餡 龍蝦裡面 是因為如果抽了蝦餡的話 它的肉沒有這麼的勁道 我看一下